HELLO 了世紀 天靈如星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來看葡萄牙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 黃色選擇的文明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最大的特色是 所有的黃金兵都是八折優惠 不管他是要出小宮或是騎士 這個黃金的時候都非常多了 當然這個勝率也是 那葡萄牙人的後期主要是拿這個火神槍 讓自己的火器單位 像火槍、火炮都會獲得彈道學能力 這個效果是連火炮塔都可以吃得到的 所以葡萄牙人打法算是比較偏向於 打火器單位為主的文明 但是他要打小宮、騎士、森旅都也行 所以他算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畢竟三宮三房也都有 後期也有無限支援戰術可以打 俗稱的港灣大上戰 如果對無限支援打法有興趣的觀眾 可以在頻道內直接搜尋無限支援四個字 就可以找到相關的打法 接下來介紹一下越南人 越南人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射箭場的單位血量加20% 不管你是要出強母還是帝王戰馬 血量都是非常多 到了大後期的話 可以點一下銀罐技術 讓自己的毛相夫 可以讓他血量變成420滴血 非常多 讓他變成一個超強坦克 那本身越南人來說 他比較可惜的是沒有三級攻 即使有級兵 跟這個弱馬 也打不太贏 一般的敵方有三級攻的弱馬或槍兵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還是要靠自己的弓兵 還有這個帝王戰馬去撐場 那後期呢 也可以轉一些火炮或大象進行工程 那我覺得越南人最精華的地方是 他的所有的經濟科技的研發 都不需要木材 而且研發速度是增加100% 所以他在前中期 爬這個經濟科技的時候 壓力是非常小的 有點類似於伯仁丁那種效果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開局方式 那目前看到這張地圖 是左邊有這個河道在的 那河道上的這個魚肉呢 其實也到非常多 吃完大概是有3000肉左右 喊這個大魚小魚 當然其實到了地龍師在後期 這個魚群要吃完的話 可能也吃到一兩千就結束了 那這個魚池裡面也大概是一兩千 整體加起來 兩邊的魚池 如果前期能吃到的話 對經濟捕捉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這樣的地圖來說 大家都會搶著前期吃魚 那中後期呢 可能就直接放棄去散農體 可能3TC運轉之後 就會放棄這個海域了 那在3TC正式運轉之前 這個海域兩邊都還是會去 做一個爭取的動作 並不會馬上就放棄了 那這邊可以看到 布塔塔人這邊是轉出了戰艦開局 那越南這邊是轉火戰船 好這裡火戰船 給的壓力很大 往後拉一下 這個等戰艦出來 戰艦存量越來越多了 那戰艦這裡要搶比較尷尬的是 他還要先補一個兵工場 趕快去點一擊射 才可以把這個戰艦的價值打到最高 不然這個很容易被火戰艦 被貼著打 血量掉很快 有一擊射之後呢 這個射程就會變得比較遠一些 OK 那這邊操作秀丸收掉了對方兩台火戰船 好 結果這有三艘戰艦 從左邊邊邊角角偷渡了過來 看起來 葡萄也沒有看到 直接被射爆幾艘漁船 應該是全滅了 這個沒有攔截到基本上就全死 結果射完三艘之後沒有繼續往後走嗎 這個要往回救 不是吧 他以為就只有三艘而已嗎 就等這邊錯失良機啊 這是可以讓對方漁船全滅的機會 所以沒有好好保護住 好 但這個回救呢 也稍微讓自己的後方漁船 沒有被傷害到 原來Joden覺得自己是三艘漁船開喔 對方應該也是三艘 蘇姿米亥這邊喔 偷漁船偷到六艘 偷了非常多艘的漁船 好 那右邊的部分呢 有要偷蓋這個碼頭 所以被戳了一下稍微防守 兩邊都在開打 多線開打 那我們走只看一個地方 因為職業選手們他們操作非常快喔 當你以為他全部都在全力在空這裡的時候 是不是其他地方他也在偷偷搞事 他在那邊偷吃野味啊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完全不怕對方打一個封箭快攻 那確實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張地圖很像競技場 這個要塞這種感覺 一開始我有這個箭塔啊 城堡 所以可以直接把他當成競技場來打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直接過來吃野味就相當聰明了 好 但是目前升級來說是 Jordan有這個優勢在的 畢竟 米亥、葡萄牙這邊是出了非常多的戰艦 戰艦來到了九艘 那葡萄牙的海戰其實也不算弱的 但是我覺得能打 而且他還有特殊戰艦 雖然我心目中覺得最強的還是這個 維京大戰船 是我心目中最強的海戰之神 但是現在感覺是被亞美尼亞取代了 以實戰上來說 亞美尼亞的勝率海戰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自爆船這個爆炸範圍 現在是加成20%而已 那個範圍太廣了 後期的戰艦 自爆船是相當關鍵的東西 好這邊升級為奴炮戰船了 二級射也補下 現在越南還沒有點二級射 甚至連一級射都沒有 現在有射程上的劣勢 手很短 而且戰艦雖然也不夠多 看起來是要放海了 這個海域放掉專注打下方儒痕 但是後方葡萄牙已經轉出了風琴炮 風琴炮在城堡時代初期 是相當難解的一個單位 因為你需要透過這個475 救贖思想才可以進行著想 如果騎士數量不多的話 也很容易被拉打 被一直打帶跑 其實也會被射掉 但風琴炮已經有算是 nerf過好幾次了 甚至他算是這個遊戲裡面 常常改動單位 我覺得戰車可能也會變成 接下來的風琴炮的感覺 去一直修正這個子彈的數量 跟打單位的這個血量 我覺得這個改動算是比較好的 好這邊看到使用盆甲弓箭手 去擋對方的風琴炮 那這個超級是相當好的 因為風琴炮的數值傷害 他是打工兵傷害的 他是現在6滴血 那現在這個越南人 一開始就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 遠防 遠防 遠防有4點 打一下是2滴 但他子彈數量很多 但其實他現在是怎麼計算 我太清楚了 沒有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 如果我有講錯的話 還請各位 多多在留言處幫我補充一下 因為風琴炮改動太多次了 我很建議放棄去思考了 他到底是什麼樣的屬性 不管怎麼說 風琴炮跟波西米亞戰車 是相當類似的單位 OK 這邊頭子車砸了一發 越南的騰甲弓箭手直接躲開 前線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手 左邊這裡也是分個兩隊 前面起初騰甲弓箭手威力是蠻強大的 因為他的傷害是比一般的弓兵 傷害還要再更高一點 基本天生傷害是6點 傷害是非常痛的 所以工兵對射情況下 騰甲弓箭的弱點 就只是射程短 然後遠防高 所以他打騎士或有瑕 傷害也是不容小覷的 甚至也可以在遊牧中 打贏這個馬戰車 馬戰車在遊牧的城堡賽事 是相當難解的 但只要騰甲弓箭手一成型 數量大概15隻以上 就稍微可以打這個馬戰車了 所以越南冷戰遊牧也算是一個不錯玩的文明 但你單挑來說 我是覺得 算是中規中矩 不會太強 不會太弱 取決於玩家們怎麼玩 那目前看到 葡萄牙是佔據左邊的海域了 那魚群也是慢慢往中間開始吃 這個捕魚捕得相當快 那右邊的話是油 也是葡萄牙吃掉 兩邊的魚都是葡萄牙吃 但是越南這裡 卻輸掉了所有的海域 但農田是已經灑好灑滿 唉唷 這邊蓋了一攻城塔 不知道想要幹嘛 想要把這個 越南騰甲弓箭手 運過城牆 過去騷擾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葡萄牙這邊是拿到兩邊海域 不知道肉類現在贏多少 現在是葡萄牙肉類 居然還落後啊 唉呀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頻道常說的 這個二代的打蘇海喔 其實不是那麼嚴重的事情 跟四代比起來的話 二代的這個方面喔 這個平衡性做得還算是不錯 砌海然後去補農田 其實也不會太雨落後 甚至有可能還會贏對手 所以你們會說 打海的意義為何 其實還是有意義啦 就是前期的經濟會真的比較好 也不到完全沒有意義 好這邊招翔到了一台火戰船 但是神設立一隻老頭 好結果 Jordan這邊還是想要去 阻止對手來捕魚嗎 好白打還是想來阻止一下 但這邊戰艦已經發現了 那這個時候突然打海 我覺得是蠻奇特的 但也有可能是想要去 單純去燒掉漁船 有可能 好補了兩個碼頭 好這裡攻城塔過去 橙甲弓兵抓到了對方的老頭 招翔到了兩隻橙甲弓箭手 後方圖子車掌了一發 下面也是被砸了一發 哇 投石車打屯甲弓箭手是蠻麻煩的 那越南的奴兵的話 就比較能扛對方投石車了 屯甲弓箭手是比較難扛 血量只有40滴血 我記得強弩好像是 44滴還是46滴的樣子 應該是44滴 所以一發要投石車的話是砸不死的 一定要升級這個中型投石車 唉唷 結果葡萄牙直接用了運輸船 把這個風情砲運到了越南的家裡 直接用風情砲控他農田 好 葡萄牙這邊第一時間 已經補下了帝王時代的升級 葡萄牙中間補下了一根城堡 想要來看錢壓 壓一根堡 準備來產巨型投石機 你怎麼取消了 這個什麼畫面 WTF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你 82% 然後 取消 我不懂 這個取消 你知道他支援拿回多少嗎 噔噔 只剩一百石頭左右而已 只把一個城鎮中心的石頭給拿回來 他這個是按錯了嗎 左點看不太懂 該到八十幾%的城堡 也沒有工程器在打的情況下 居然取消了 好 結果右邊 這邊直接把漁船戰艦全部打完 不知道阿 也放棄了右邊的 踩躍的樣子 超尷尬 這個該怎麼解的 這根堡沒了 越南越南有這個 空土的優勢囉 好 這邊再蓋一次 最後還是要蓋 但這次能蓋出來嗎 哇 結果藤甲弓兵直接繞過去 他是想要給Jordan再蓋一次城堡的機會嗎 好像是耶 好像是故意繞過去的喔 看到城堡也沒有要走過去的意思 這邊應該是有看到的 看來Jordan 不是年輕人阿 不懂得偷襲 好 合理過來 等一下 但是被解的人 是布派亞 這是禮尚往來嗎 我送你一根堡 我送你一些單位 我送你一根堡 我送你一些單位 Holy song 好 這邊一個V陣 但才吃到 因為剛剛是C陣喔 這個閃陣的關係 突然轉V陣的話 那從裡面進去的V陣的工兵很容易被砸到 這個算是陣型突然變化很容易產生的一個問題 V陣固然好 但以閃陣情況下來說 已經展開來了 直接應該可能會更好一點 當然這人習慣就是會想要V一下 我也會想 我也會習慣想要去V一下正常 看到投死車步兵 就好像前面有存品不砍的感覺是一樣的 好 這裡利用一隻 橙角攻擊手 躲掉了城堡的箭矢 現在布派亞沒有彈到血 直接用弓兵去射劇情投死機 相當的兇狠 細節細節 這隻工兵還在慢慢溜 好 結果城堡蓋好不到五分鐘 城堡就沒了 這個禮尚往來也沒有維持多久 畢竟這是戰爭啊 兵不厭詐 我給你蓋好 是要讓你再損失六百五十石頭的 究竟表示 有沒有這可能性 我相信是這樣子 好 那究竟拆完城堡 並沒有趁勝這一集 巨型投死機先收到了家裡 這邊看到騎士稍微提防一下 怕這邊繼續架出來 對方又有更多騎士在家裡噴出來 會很瞬間的 會可以砍掉他所有的巨型投死機 那這邊一定要有這個擊兵 去做防守 才有可能把這個巨型投死機架出來 不然就是要再挖一棟城堡在前面 繼續升推了 好 那葡萄牙這邊走的是 這個八折的重裝騎士爆 那以重裝騎士來說 我還是比較喜歡波蘭的 畢竟只要30黃金 但是 葡萄牙的優點是有三級馬卡 這一點是比波蘭更有優勢的 而且波蘭還需要岩巴銀罐 才可以獲得折克 一個是 30 一個是4折克 然後這邊是八折 差了一個 極巨 一倍折扣 所以這邊葡萄牙的黃金 造價應該是大概60幾塊黃金 或是50幾塊 59或60幾之類的 不管怎麼說 還是需要一些黃金 唉唷 但上方這邊巨型投實際也反制了 城堡回去 上方的城堂對手擋住了前線 後面非常多的槍兵 直接戳爆了一堆騎士 葡萄這邊潰不成軍 騎兵衝鋒 失誤被受到了槍兵的攔截 損失掉非常大量的數量 喔 這大概20幾隻有了吧 這個看起來葡萄這一波有點虧 好 五台巨型投實機蓋了出來 然後後面補了一根城堡 陣地戰慢慢推進 越南陣地戰其實也不弱 而且他藤甲公主守到了後期了 我都把它稱為移動城堡 這一團走來走去 我都把它稱為是會移動的城堡 遠防高 然後 又砍 傷害又痛 我來射程短了一點 唉 結果這邊出現防守失誤 槍兵沒有守住 讓重中騎士到後方 拆了一波 好 但這根拔要趕快守住 有機會嗎 唉唷 又有打掉一台巨型投實機 上面這台巨型投實機打掉的話就大獲全勝了 葡萄這一波反擊打得算是蠻驚險的 開始量產風情砲出來 那風情砲的話打步兵的話 傷害是比較優秀一點 那打工兵的話算是有點誤該 然後這個就有點不像於波西米亞戰車的感覺 波西米亞戰車的話是比較能扛箭矢的 但是風情砲是比較不能扛的 嘖 但是風情砲打步兵效果其實不錯的 好 打起來是有FU的 OK 槍兵 掉的速量非常快速 風情砲的威懾力還是在 好 但是被射到就是箭矢 喔 好痛 好痛 不然想這題喔 我們頻道以前有人在 波西米亞的留言上面留言說 欸請問風情砲怎麼打 我回攻兵 然後他卻回我說 等於你不要再撫爛觀眾了 風情砲怎麼可能用弓箭 好我就沒回他了 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大家解釋 好從等人就懂 對 從等人就懂 不用解釋太多 OK 好 那這邊城堡繼續出處 已經擊殺到26隻的單位囉 橫甲 弓箭手 居然直接斬著城堡往前衝 上方這裡死了一大片啊 好 槍兵的部分繼續往前 想要給壓力 沒肉馬開始轉了出來 現在有三級馬卡 三級弓 輕騎兵現在是7加4 正常的輕騎兵 但是沒有匈牙力輕騎兵 超微可惜了一點 好 就好在那邊虎下的火靠 好 這邊火神槍 如果點下來的話 對於葡萄來說是有不錯的加成 但是現在這個黃金被控 但為什麼會打到斷金 現在葡萄人已經沒有太多的資源了 雖然光擠出風琴炮就是極限了 所以甚至這個金 甚至這個火炮 到現在才擠出來 但有火炮之後就稍微反之回去了 但越南也是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這邊就要看秀操作了 最後城堡應該是修復回來 結果買了100石頭 花了187塊黃金 那越南人到了後期有個優勢 這個紙幣基礎點下之後呢 每20個法案木工還25個 就可以獲得1個生物的黃金 產量 所以這一點喔 在越南人後期來說是相當優勢的 而且下面這邊 聖物已經是拿到了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越南這邊是拿到自己聖物 3聖物 3聖物 然後再搭配自己的 46個法案木工 所以大約是5聖物的產量 越南這邊點下了精銳騰甲工兵 騰甲工兵精銳點下之後 傷害文像中跟魔物土技是一樣 8加4的傷害 12點 非常痛 而且遠方好像在提升2點的樣子 對6加2 唉唷我自己錯了 7加4 11攻 跟那個 一般的 重裝 馬功一樣 這是魔物土技 魔物土技 比一般重裝馬功多了一點 好 越南這裡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火砲也點下 他的工程工程師 要保護好這邊火砲 喔唷 給我蠻好錢 OK 中武點下精灌了 火神槍 非常關鍵的科技已經補下 這一把是火槍 大戰弓箭 到底是冷兵器厲害呢 還是混搭器 還是熱兵器比較厲害呢 葡萄 這邊是純火器 配上騎兵衝鋒 那這邊騎兵最主要的工作是去 要坦住騰甲弓變傷害 那後面去抓火砲是有點困難 這邊直接一個 預判砸掉兩台風琴砲 那其實越南後期有個大殺器 我們剛剛一直有提到 就是這個 越南的大象 那如果越南這邊要轉大象的話 經濟配置還要調整 而且黃金可能也會有點吃緊 就是他們最後一塊金了 沒意外的話 不過這塊金 用完的話還沒有打出勝負 可能會GG 好兩邊直接開始對射起來 但是屯甲弓兵有明確的 血量優勢跟體質 這個裝甲優勢 這個風琴砲是完全扛不住屯甲弓兵的傷害了 被射掉非常多台數量 其實後面一直有火砲在後面打 這個發炮 其實在後面發炮也是 扛不太住啊 這個屯甲弓兵散開來了 沒有群聚就很難一次解決掉 但是後方越南的火砲也在拆除後方城堡 後方城堡只有三隻村民在修理 應該是來不及修回來了 最後城堡以擊殺45隻單位 結束了他 艱難的一生 還太難了 藏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不錯啦 這邊是繼續補下風琴砲跟肉馬 火砲只剩下一台 那屯甲弓兵到底要用什麼打比較好 我是覺得出頭石車會比較好解 但是現在出頭石車的話 中頭會被越南的火砲壓制 這也是越南人的中後球 可以一直獲得陣地一戰優勢的一點 你出頭石車火砲就會預判 你出火砲的話我們就拚操作 甚至拚我這個屯甲弓兵的坦度跟傷害 只要我這邊數量 可能有國兵夠多 就會往前推 只要推到你火砲跟風琴砲的位置 你就勢必得撤退 就像現在這個畫面一樣 但是如果你想要推過來的話 就只能用肉馬 但如果你出肉馬 我就出槍兵 所以實質上這一把戰爭 是越南人偏有優勢一點點 除非越南這邊有出現什麼誇張的失誤 當然太可能 再來是Jordan Jordan的話 他明顯的失誤 今年算是比較少 去年可能還有一點 今年的話我覺得似乎算少 好 這邊 槍兵繼續往前推 Jordan是 一年比一年 越來越穩的感覺了 哇 尷尬了 後面風琴砲只剩下八台 打這些 越南的藤甲工兵 讓他抓癢 但是自己的風琴砲是一隻一隻的被打爆 完了 BBQ了 看來 米亥這一次 沒有辦法使用後馬跟風琴砲 喘息回去了 還有我會說 欸那葡萄牠的戰矛呢 如果戰矛的話會被火炮 還有這個 對方的帝王戰矛給捏壓過去了 對方可是越南人喔 他擁有這個遊戲面最強的戰矛兵 跟他打戰矛兵是不太明智的 好 這邊一波交換之後 米亥前線已經完全崩潰 洛瑪也沒剩幾隻 剩12隻 三角工兵還是被洛瑪給吸引住了 想要來抓在後方的火炮 欸沒有 繞了一圈 環遊世界 繞了個寂寞 什麼都沒繞到 好下方的城堡也被拆除 三台火炮拆除速度非常快 風琴砲一台一台也被點掉了 火炮現在用著自己的射程優勢 偷偷給了後台的風琴砲 三角工兵直接自由開火 這時候米亥答出了結局 恭喜Jordan 越南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越南人拿下的勝利 但是非常顯勝 雖然越南這邊將近跨了5勝物的資源 但是葡萄牙這邊是有明確的4勝物 那軍事方面呢 越南人則是拿到0.8的KD值 但葡萄牙這邊KD比較高 但卻輸掉了比賽 這就蠻尷尬的 畢竟風琴砲 確實可以快速擊殺槍兵 但槍兵這輩子送你也沒差 反正越南人多的都是木頭 跟肉 好 後期的經濟配置就是肉 跟木頭是會比較多一點 後期也可以轉出帝王綻毛 還有這個更多的工程器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來看影片 我們在影片下一個影片 我們按下這裡 就可以寫個影片 另外一圈 筒卡 我們來看看 五連線 我們來看影片 感谢观看